这个仙人掌中间 有人来遛狗 遛小狗 然后这边是 亚利桑拿 这边有房车 有自己拖的 拖挂的房车 也有已经治好的房车 有钱没钱都可以出行 确实 这个书都正好是一个座位 可以坐下 可以坐 坐到这 这个房车也不错 每个人在想自己的方法 怎么活下去 怎么更好的活 有钱怎么活 没有钱怎么活 所以 在这个美国的五十个州里面 可以四处去走一走 除了 夏威夷是必须坐飞机去 或者坐船去 其他阿拉斯加要坐飞机 或者是穿过加拿大到阿拉斯加 这两个领土并没有连到一块 这个需要这两个州需要费点劲 其他的州大家开着车去还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把美国的五十个州来走一走 看一看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这是我们自己想做的 也能够做的事情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